最新的一個工程狀態 就很多東西都在完善 裡面好像這些小高層的裝滿冷氣 內部裝修到七七八八 那容倉 話是說質素真的不錯 但是 慘了 壞了 發現了問題 轉來我即時跟管家說 現在晚夏 這個中槽看下去 整個小區其實都不差 很安靜 我們持續跟大家跟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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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唐先生 哥門百形豬灣 溫泉準備開業了 精裝準燃樓、酒店托管 首期七萬起 租金基本上抵月工 即買即收租 非常適合度假、休閒、好地方 我在這裡約我們中天的業主 八營的新業主 回申加鎮溫泉 12月份我們每個星期 都有業主溫泉泥流團 到時帶朋友親戚來參加 我們買了八營漁泉灣一二座業主 最快一月份開始收租 同步在這個12月底 即是在聖誕、元旦相設 買了樓、收租 還可以在自己家裡浸溫泉 聖誕元旦人數非常多 又是假期 大家想參加這次活動的 記得提前聯絡我們中天同事 或者聯絡我唐三告名 Hello 我是唐三 跟大家看看 這個金灣融創雲水觀塘 二期工程進度 一個待收樓狀態 合同計劃是2023年年底 十二月份 又現在十二月份 最新的工程狀態 很多東西都在完善 裡面像這些小高層的 裝滿冷氣 內部裝修到七七八八 這些高層 其實內籠都裝到七七八八 縣臨做好我們的汗泊 甚至傍晚樹電 也有些工人在修 還在修 因為這個樓盤 三期已經沒有怎樣開樓盤 蓋好了 在這裏 我們了解了 法室長了解了 最遲一月份會收樓 到時會有收樓的通知 因為我們也有些客戶賣了二期 大家應該都是這兩個月 大家可以來心等一等 都看到收樓是十分開心的事情 到時候收樓我們再通知大家 它一期入住了一小部份人 入住率不算高 我估計應該得差不多 可能得三分三成左右 兩到三成 寶龍等它明年開賣 都會慢慢開始熱鬧 路各方面 本身我自己是一期入住 希望保隆快點開了它 附近配套 完善座 大家住在這裏都非常方便 順便跟大家看看一期 一二期入不到 封了 只要看航拍 一期就 入住了 我計算它三成 三成以來 整個小區都OK的 服務 好事先進來 現在它是人臉識別 不用帶卡 我都錄了 都OK的 圓林各方面 但這個門就未開了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人手不夠 這個門對著二期的門 走出商業就方便 開了後面的小門 開了後面的小門 這個門開了就方便 不知道是否有條路未開通 因為條路封了 旁邊就二期了 容倉 質素真的不錯 但它下面的燈是否還未夠鐘呢 沒有開 沒有開 是否要自己手動開 是否要省電 糟了 壞了 發現了問題 我即時跟管家說 反應一下 究竟怎麼回事 是否 現在晚下 看下去 這個中素看下去 整個小區其實都不差 挺安靜 總體來說 用創的質素 都是 無論裝 整個感覺 它做的質素 是會比較 都OK的 質素 還有一些內緣 還有一些 整個元素 都做得還可以 作為業主而言 我個人來說 都比較 都滿意的 服務 因為未住未知 這樣服務就要看 真正看下其他業主的評論 它門口做了一個很大的快遞櫃 超一天 它就要收費 感覺 但是呢 它外面有很多路在修正 還未完善 但是早一排過來看 鐵路還未修正 還有這些 可能要收拾 即是有些 高高車站 還有這些 手尾收拾 就會好很多 OK 我們持續跟大家跟進 想關注大灣區 最快最新的資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再順手給個like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吧 中英地產 立足香港 服務 大灣區 也都是一直以來 為我們大灣區的各位 生務客戶 提供最極致的服務 令到每一位的客戶 可以 融入灣區 進展 灣區福利 中英的理念 都是提供極致服務 幫助港澳海外客戶 要和大家生活 足不足 下樓 可以找到中英 從買樓到外走族 收樓 鹽樓 中英地產 生意興奮 業績長紅 耶 中英地產 中英地產 中英地產